聆听美丽故事,大家好,我是美玲 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很多女孩很受益性欢迎 而且她们还有一个很爱她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平时也没看见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人家的男人就是对她死心塌地 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别人抢了 那到底这些女人身上有哪些魅力呢? 值得这么多男人喜欢呢? 第一是会说话的女人 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最有力量的女人 反而是那些懂得示弱和温柔的女人 她们会击毙男人的大男子主义 剩下的都是男人浓浓的保护欲 女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男人最想得到的女人的爱慕和夸奖 当她知道自己被崇拜的时候呢 就会激发出无穷的力量 比如会把各种家务活全包了 这样女人根本就不用累死累活地坐这坐那 也不用常常跟男人诉苦自己平日在家有多么劳累 一个会说话的女人 平时说话都尽量会用我们 而不是用我和你造成一种对立的感觉 即使是吵架也不会不顾对方的感受 一味的数落她 第二呢是温柔可亲 这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的我们 即便是女人 也是我们说的女汉子 什么是女汉子呢 那就是我们坚强着 我们勇敢着 我们无畏着 我们可以做什么都靠自己 因为我们就是自己的肩膀 因为我们就是自己的依靠 于是你说温柔可亲 那只是我知道的两个词罢了 那只是我知道的几个字罢了 可是男人喜欢的有魅力的女人 就是那样的温柔可亲 第三呢是给她一定的个人空间 女人最高端的和男人相处的方式 就是成为另一半的空气 即要让男人在你身边的时候 觉得十分的轻松自由 但是又离不开你 习惯性的待在你的身边 这种女人通常会成为 空气般的不可或缺 让男人无论走在哪里 都念念不忘 一直惦记 第四呢是不抱怨的女人 男人们最喜欢不喜欢抱怨的女人 她们总是无怨无悔 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世界 用自己的能力去向男人们 证明自己的爱 她们绝对不做怨妇 也不会抱怨生活 更不会让男人们呢 为此伤心焦虑 她们懂得如何生活 如何成为合格的妻子 第五呢是对自己有自信 女人只要对自己有自信 那她就会魅力撕射 你要先喜欢自己 别人自然就会被你吸引 你要抬头挺胸的 过自己的日子 即使没有男人陪 也能过得很好 这样的女人呢 往往会散发迷人的自信感 因为她们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么 清楚方向后 就会去努力前进 这样的你才会离幸福更紧 好了